好 再來看到這一位八年級生 她是擁有八分之一俄羅斯的血統 她叫做蕾拉 不僅外型 亮麗 身材較好 而且也很多才多藝 不過最特別的是 她自稱她的體質很特殊 可以感應到一般人無法感應的事情 所以呢 她也給自己 有一種靈異少女的稱號 嗨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蕾拉 英文名字是Rara 長髮 戴眼睛 魔鬼 好身材 還加上俄羅斯血緣 拿掉女巫妝就是為甜姐兒 巨蟹座的她仍然愛唱歌 跳舞 演戲模仿 也愛搞怪嚇人 長髮一蓋還自嘲向真子出沒 對於接下靈異節目外景主持人信心滿滿 你要走的是演藝錄還是什麼 一定都會跟靈異有關 就是他們講的都這一類的 那所以自己接下這個節目 就是主持之後呢 感覺如何 感覺就是 欸 好像還蠻整的 蕾拉說從小體質特殊 但一點也不怕 還曾差點要走上佛門之路 就是你聽得到看得到也感覺到 我就說 嗯 你怎麼知道 他說上面講的 就是四面佛他們上面講 然後他選定你說要來做 台灣的那個四面佛的代言人 有只有兩種類型的人 在世界上 有一個人在娛樂 有一個人在娛樂 我們叫了Hallion 柔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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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柔 唱歌 跳舞 都很行 就連模仿也有一套 然後呢 我現在要來模仿的是小丸子 耶 小玉 十八般武藝樣樣形 不怕毀形象 蕾拉愛表演 還有靈異少女稱號 朝演藝圈發展 也替自己開創話題 記者侯俊倫阿布斯 台北採訪報導